看看新闻吧 这是金太郎王蕾第一次拍摄大一幕作品 而更让王蕾喜不自禁的是 他戏里的青梅竹马小青 正是王蕾现实生活中的女友李小萌 能和爱人一起完成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王蕾是说不出的高兴 而据王蕾透露 他和李小萌已决定在今年十月完婚 届时娱乐圈又将多一对幸福的年轻后期 我们公司的人帮我在 丑闻因为我在外地拍戏 所以现在也没有时间去找酒店 只能公司的人帮我去订酒店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回北京 可能我要去看一看酒店 包括跟婚庆公司的人聊一聊 具体有什么创意 还得想一想 我觉得肯定两个人都是彼此得 有一方要让步 或者是有一方要照顾家庭一点 那如果他要是遇到特别好的戏 我就来照顾家里 我遇到特别想去的戏 那就他照顾家里 这个彼此都互相商量着来 但既然作为电视剧版金太郎的前传 新片中自然也少不了李小杜的友情客串 王蕾和李小璐在片场再度聚首 除了聊戏之外 他们最多的还是李小杜的宝贝孩子 看了他小孩我都见过 照片啊微信我们经常看 他说老公我说你得抓紧啊 你说你看我们多可爱 包括那个亮亮我们在一块也说 他说哎呦他说太可爱了 我能感觉到他俩特别幸福 一家三口啊特别 我全是特别快乐他们 所以我也我也抓着紧 虽然有两位媳妇陪伴在这 但王蕾拍摄期间 还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虽然他鼓闷的是 他要在戏中客串人品模特 在拍摄这段人体模特戏之前 王蕾本人和导演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 为的就是将这段大尺度戏 在最大许可范围内做到最好 为此王蕾还牺牲了自己的围巾 作为遮羞部 然后最后我们在现场 就是一块大家琢磨 我说这样 我说我有一条围巾 那个就是我的围巾 我让我赶紧跟我的助手说 我说赶紧上车里找找 我那条白围巾还在不在 因为我那条围巾是白色的 然后有点小毛边那种 小蕾丝毛边破步的感觉 我觉得围上以后 挺像那个古希腊神话那个范儿了 此外王蕾还透露 当时在北京拍摄这段戏份时 正值11月 全身上下脱个金光的他 足足在没有暖气的厂房内 拍了一个多小时 在最终完成了这段人体模特的戏份 这可是让他动得不轻啊 当时现场最最笑的是那帮群众演员 我们现场的 真正的现场的工作人员没有乐的 因为他们都怕我冷 因为当时北京都挺冷了 11月份 在一个大厂棚里特别冷 然后但是现场的人一看我一去 就就拿手机老拍照 我们现场那帮工作人员就说 不能拍照 就主要负责这点 别拍别拍 然后他们都一边乐一边话 娱乐新闻地马重生冯元 伤害报道